好事成功 新年快樂 耶 這個時代不一樣 我覺得考見不該停留在那個 還是是非選擇問答 應該可以很多提醒 可以跟生活 還有你的學習做連結 尤其這個時代需要很多東西 跟你的素養 你的導向能夠連結栽集的話 生活情境是最重要的 他們學過什麼東西 包括什麼東西 他用課堂之外的一個試卷來做 這個可以超乎想像之外的 受到學生的懷疑 一些共鳴這樣 所以我覺得那個試題應該是不錯的試題 同學們跟老師們也非常地高興 非常地示範 很怕得罪那位老師 因為那位老師有心中做不同的影像 因為我覺得是那種很兇很大 有些只是外表想外 但是那一定是蠻溫柔的 所以我才因為光是像溫柔的 然後老師我才把它畫得像一朵畫一樣 你呢 我是第一個拿到考卷的 所以那時候拿到其實我想說 我反正等一下大家一定都會脫下來 那因為我其實 他不是我們的任客老師 所以我會加一些比較鮮艷的顏色 那可能就會跟別人的畫面一樣 這樣的考卷你們覺得怎樣 常常都是這種畫這些 都非常 對 老師動感看 你覺得他們畫的狀況怎麼樣 一開始是看他們的反應 突然覺得很奇怪 然後看一下那個 那個題目 原來是畫金考老師 覺得很訝異 這個初題老師非常有創意 然後同學畫的狀況呢 也是反應很好 他們都覺得這是一個 很有趣味的考試 不是一個單純的考試 這個花朵 還有這種奇怪的 雖然跟我想像不一樣呢 但是呢 我們也尊重同學的一個想法 讓我們重新思考 我們在同學眼中的一種不同的面向 我一開始進去 開始監考的時候 發考就完 然後 他們就一直看著我 然後開始笑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的習慣 是我會走下去看他們的東西 那就有一位同學跟我說 老師你可不可以站到前面去 為什麼 然後他就叫我看題目 我才知道原來要畫金考老師 所以就有一點 有一點尷尬的 站在台前 那我是坐在那邊 讓他們畫 你覺得他幫你畫過嗎 很好啊 我覺得很好 這個就很有創意 那很多張啊 都是有的筆觸很好 雖然我不太懂 但是我看了就覺得很好笑 像這個有的 咖啡當掉或什麼 叫畫畫 他們洗進出來 找是像一種畫的感動 真的 很會說 很會說 這個畫很有創意 這個很有創意